十三 快乐的油漆公 星期六 多么美好的夏日早晨 哎 等我刷完这一面墙 太阳可能都下山了吧 汤姆提着一桶油漆 有气无力地站在人行道上 他本来计划今天要玩个痛快的 现在他望着围墙 心都凉了 而且那些玩伴经过这里时 一定会取笑他 就在这绝望的一刻 他的灵感涌现 当汤姆看见班 从远远的地方走来 他就开始一边唱着轻快的歌 一边刷油漆 停 零零零 假扮成气喘的班 故意发出声音 想引起汤姆的注意 当班走到身旁 汤姆看到班手上的苹果 口水都快滴下来了 但汤姆完全不理会班 假装自己很用心 很欢喜的刷油漆 班果然被这不寻常的举动吸引 班说 嘿 老兄 我要去游泳 你想去吗 可是你今天得工作 对吧 汤姆看他一眼 就继续刷油漆 这叫工作 怎么 这不叫工作 班感到意外 也许是 也许不是 但这真的挺有趣的 你该不会是故意假装你喜欢吧 何必呢 难道你每天都有机会粉刷围墙 汤姆来回刷着 不时退后两步看一看 仿佛欣赏艺术作品似的 班看着汤姆的一举一动 越看越感兴趣 忍不住要求 汤姆让我试一试吧 换作是我 我也会让你试的 不行不行 我姨妈对这道围墙很在意 要是出了差错 让我刷一下下就好 我很想让你试试 可是 哎 放心 我会小心的 这样子吧 我把苹果给你 汤姆一脸勉强地 把刷子交给班 但其实他的心里开心极了 班在烈日下 流汗工作 汤姆却在树下咬着苹果 并计刷着 如何设计更多路过的男孩 眼看班就快撑不下去了 汤姆便与比例达成交易 带架是一个风筝 接着 墙尼以十二个弹珠 换得另一个刷墙的机会 到了下午 除了这些东西外 汤姆还得到了一支粉笔 一把钥匙 一个坏掉的门把 今天汤姆就像一个人见人爱的偶像 一堆人围着他 他度过了一个美好又快乐的夏日 而且围墙足足上了三层漆